清秀脸庞偶尔还拿球棒耍晒 过去的志员很叛逆 去年一场车祸重创脸部 他鬼门关前徘徊 后来发现他的手好像有稍微在动了 我们就感动得快要流泪了 原本医生说可能成为植物人 他却苏醒 展现坚韧的求生意志 但因为颜面粉碎性骨折 眼睛受创只能看到光影 也无法从口进食 前后经历至少七次手术 所以我们经过了两次的手术 将他的脸型把他给重建回原来的脸型 其实詹小弟弟非常非常的勇敢 特地前往慈激医院进行重建手术 是因为慈激志工主动关怀 让一家人认识了慈激 师傅跟介师傅他要去找 他要去听早课 志工不断陪伴鼓励 原本的叛逆少年看到爸妈跟姑姑 长期的点滴照顾 开始把心中感谢化成行动 现在的他在家开始学乐器 但最喜欢的是这首歌 透过这首路要自己走 他激励自己积极面对人生挑战 也像亲友喊话 我一定会勇敢 在新闻高雄台北纵